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段时间以来 中美甚至台三间出现了一些什么情况 对未来的中美关系的走向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我们感谢刘青先生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您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 大家好 刘先生 现在中美之间的均售虽然不太大 400多亿台币 大概14.5亿美金 其实谁都知道 不要说14.5亿了 就是145亿 你再军售也改变不了目前两岸之间的这样一种军事的差距 是无法改变的 台湾也清楚 美国也清楚 大陆也清楚 但是政治意义 在政治意义上 大陆永远希望说 能够让美国在对台军售这个方面 能够回到817公报 原来的一个根本东西台 其实了解历史 朋友都知道 对台军售问题是中美建交的一流问题 虽然后面补了一个跟里根总统签署了一个817公报 但是似乎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您怎么看 无论是14.5亿也好 还是145亿也好 军售的意义 对台湾 对美国 我想刚才主持人基本上把问题和您说说了 就是对台军售对台湾来说完全是一个精神支柱 因为既不可能改变两岸军事的这种平衡差距 更不可能所谓提供台湾所谓自卫能力 有所提高 但是解决不了问题 因为两岸差距太大 现在在整体上它不光是两岸 在整个国际上 中国大陆在世界上这个国际地位和台湾 没办法就没办法相比较 这个差距显而易见 而且台湾从军事上来说 就更是一个怎么样就是先听的不足 就是说它的面积太小 它根本没有所谓防御纵身 另外它是个岛四面环海 所以很容易在军事上自卫太困难 并且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说至于说中美之间在对台军售上这个问题 我们说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或者说中美两国很难就对台军售做根本的解决 对因为不可能 因为解决那得说需要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也不要评估这多长时间 因为不论是三个联合公报 把爱奇功报 还有是所谓一个中国 还有台湾关系 把这些裹到一起 就是美国始终不放松 对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最近对台军售 他要讲一个中国 他说我们继续坚持一个中国 不会改变 就告诉你我对台军售 并不想改变一个中国这样一个原则 或者这样一个政策 那么对一个中国 讲一个中国 讲三个联合公报 就又必须谈所谓美台的台湾关系法 所以他成为一个两手 算是一个寻求平衡 但他真正的目的 当然来说 他是把台湾作为一个对中国 现在很多人不愿意讲这样一个事实 就是说对台湾对中国进行围堵 遏制 当然也许到不了这程度 但是起码是钳制中国的 一个棋子 就说始终让这个问题存在 那么再退一步说 就至少美国从对台军售 可以获得一点点经济上的好处 所以说这个问题 我想我们以前节目也讲 中美之间的事情 甚至我们说这个世界上 整个世界任何国与国之间 或者整个世界的这个总体的格局和形式 人类进程中 基本上没有一劳容易的事情 我们总想看到 比如说每一个美国总统改选的时候 我们都说 哎呀下个总统会怎么样 心呢就悬在那里 特别特朗普 大家觉得这个不定因素更大 这个不可估量的情况更大 但上来之后呢 后来这个特席会吧 又觉得啊 中美关系好像没问题了 又都好了 现在又说又出现一些消极因素 其实我觉得不是什么极其因素消息 就是这个问题始终存在 始终没有得到说台湾问题 美国说我这个承认啊 或者是我承认一个中国这样一个原则和政策 但是台湾我就不提了 我就放弃了 我就跟他断绝一切官方关系不可能 确实台湾问题 当然了 现在台湾问题呢 有不管 虽然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家的内政 是中国这个内战的延续 但是毋庸置疑 过去的几十年的两岸之间的分开 也让这个问题越来越复杂化 其中一个因素 那就是军售问题 对 回到军售 也就是说对台湾的军售来看 其实对台湾来讲 军售有人说 台湾媒体报道说 你意思就是说 我们就是交了一个保护费 然后呢 我们就是美台之间 我们依然还有一个政治上的连接 就是军售的政治意义 远远高于军售的军事意义 是 但是呢 无论是民进党政府 还是国民党政府 历届政府 可以在所有问题上都有不同的观点 只有在军售问题上 这两党政府都会坚持 对美的军售问题 军售对台湾 但起码就现阶段来看 它的意义已经远不如当年了 当年台湾的空军海军都在谈两岸军力平衡 现在我注意了 现在台湾台湾的海军空军将领们不再谈这个事了 因为这个平衡 因为这个平衡早早早早早已经被打破了 你怎么看 对台湾 对台湾的心理 对台湾的心理 这种心法 这个完全没有把握 我们看世界上国与国关系 台湾虽然不是国 它和美国关系 就说任何国与国关系 或者是集团 或者是一个联盟 比如说欧盟 你的外交主要靠你的实力 任何双方欠定的协约 如果你没有一个力量 能够保证对方必须执行 或者必须坚持的话 那都是一张白纸 那都是一张空纸 因为它随时可改变 国际上这样力的太多了 你像最近的这个卡塔尔 我们就 对 就是用这个乱局 乱局纷纷 下一期节目 我会请您谈到这一点 我就说 我们意思就是说 你没有一个实力做后盾的话 任何承诺都是空的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也就是说 对 台湾的很多人认为 有一天美国绝对会保卫台湾 先不管他们这个愿望是怎么怎么形成的 但是本身来讲 就是说和台湾和美国之间需要的 如果仅仅靠美国的善意 美国的怜悯 恐怕很多事情并不是像台湾朋友们去想象的那样 对 这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美国 台湾他也明白 全世界都知道 不要说美国任何国家 以自己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 对吧 他是觉得 我今天对台军售也罢 你出现问题 我出动军队也罢 那是对我美国有利 如果对我美国没有什么信义 也没有什么承诺 也没有什么道义可言 没有 完全没有 而不是说这个可能性不大 台湾总是在眼前 我觉得台湾是德国且国 就是说今天有 就好过没有 至于明天有没有 我也没有力量把 我也没有这个实力去把握这个东西 那我们就去看今天 今天有 我们就说今天好 明天没有 到没有时候再说没有 他因为没有这个 对于未来变美台关系 变化的任何把握 他也只能如此 他有什么把握 他能对美国这个 限制住美国的这个决定吗 完全不可能 至于美国对大陆 是会改变还是不改变 这完全不在台湾手里 那是看中美两个国家 未来发展和政治外交各方面的需要 这个完全台湾只能是有意愿 完全没有人私 我们可以说绝对丝毫这点说 你能够钳制美国 你能够腰下到美国 或者你能限制到美国 一点都没有 确实就像刘先生讲的 这个在台美之间 彼此之间实力差距这么大 你根本就没有一个来保障 美国这种承诺可以兑现的一个实力的话 说实话 这种愿望本身就是一种幻想 当然了台湾朋友会说 现在台美之间还有一个台湾关系法 但是真的台湾关系法真的是一个类似于当年的中美的美台之间的防御协定吗 显然不是 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 目前没问题 对 有分余的 有论